我们这个片段聊一下A股 因为A股参与的人数最多 所以我说话也要最谨慎 不像一些小众的领域 很多人就是能够承受高风险的 比如说币圈 对吧那就无所谓 所以我们这里开始说之前 要跟大家说投资需谨慎 健身游泳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你不考虑我的健身游泳建议 那么我们就来考虑一下怎么赔钱 朋友就问我是不是大牛市就来了 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片段提起 标题是抗通战的四大天王 我当时说的是什么 黄金A股还有石油还有粮食 然后我重点说了黄金跟A股的情况 因为粮食跟石油大家会远一点 那么A股跟黄金离大家很近 我重点说了这两个 这两个品种表现非常不错 非常跟着我的意愿走 我们说现在这个什么情况 A股有没有机会 我们先说我们前面的分析的体系 我的体系是什么 中华美股很多人提 但是我加了币圈 而且总提这个事情 而且我们我觉得币圈也是巨大泡沫之一 而且是在中美之间游移的一个泡沫 所以应该算是比较独特的分析 大家在市面上应该找不到 那么把币圈加进来 有朋友会说最近上涨了 是不是说可能会回调 我判断是可能只是一个回调而已 就我说的危机是先从小碎部的小危机 然后累积成大危机 所以每一次它的回调不是你抄底的时候 是你卖出的时候 我再重复一遍 就是每一次主流资产上调 什么主流中华美股币圈 每一次上调的时候 那么就是我们卖出的时候 这里我继续谈中华美股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们人类的协调机制协作机制 一直以来是两个方向 要么走在大一统的方向上去努力 要么就往分散的方向 往破碎的方向上去走 我们看隋唐就非常的统一 然后隋唐之后就乱了很长时间 我们说中华美股币圈 是这个世界一体化 世界全球化的这么一个产物 我们总是在讲全球化 总是在讲一体化 似乎我们只有在扩张的时候 我们才去提这个事情 那么我一直说的 我想给大家说的一个概念 就是既然是一体化 收缩的时候我们也要一体化 那既然泡沫 我们说要一体化 那当然泡沫最后会来到一个点 而不是分属不同国家不同的阵营 我想说的意思是 这个世界实际上需要当点的超级泡沫 就是我们说 我前面一直讲的中华美股币圈 它是在不同阵营的 至少在中美两个方向上 是不是 然后币圈是游移的 对不对 我这个表达是非常精准的 是游移的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像 比如说大萧条时期的时候 这个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在哪里 当然是在纽约 那么在纽约的这个道雄市工业指数上面 但是我们现在的话是这么分散 这怎么符合一个超级泡沫的一个想象呢 就是我们70亿人应该一起去供养这个泡沫 然后这才是我们人类协作的机制 才是这个世界几十年来一体化 应该走向的一个最终的结果 当然我们说这个泡沫肯定最后就是要爆的 对不对 我们人类供养不起 可能供养不起最后一个超级泡沫 是要爆的 那么好了 我们看了这个中华美股币圈已经撑了很长时间 特别是中华美股 是不是 一直撑下去撑了 把币圈给撑出来了 它就是不爆 那么我们在想 如果币圈接受不了的话 接受不了这么多能量的话 应该会是谁 会不会是A股 所以我说说话要谨慎点 可能我们给的概率给个5%10% 我只是提供一个想象力 提供一个想象力 大家要注意风险 然后我们结尾会说一个相反的这个例子 好 那我们接着聊聊天 那往这个方向上走的话 我们说 这个星球上有三个cancer的这个组织 一个是中国房地产 一个美国股票市场 还有一个币圈 那他们这个肿瘤吸引了这个世界最高的杠杆 最多的资金 然后全世界的注意力 那么我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美国股票市场里的iPhone 那么他是远在非洲一个角落里的一个酋长 他的儿子 他可能在中国的华强北里面 淘了一个二手的iPhone 然后 长转运到他的手上 我在印尼的这个星巴克里面就看到一个小女孩用了一个很破的iPhone 就前两年用了一个iPhone4还是iPhone4S 那都是19 那都是2019年的时候了 用4S 那么这个情况实际上这个iPhone它的能量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这个世界的供奉 对吧 从印度尼西亚到整个非洲 这台iPhone它贡献了什么 这个iPhone是来自于美国的设计 给美国贡献了大量的利润 给纳斯达克创造了大量的利润 同时它会通过华强北 包括在中国的制造 包括在中国的转运 使用完之后二手 然后再卖过去 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实际上是全球的资源在供养着中华美股 因为你在中国制造 当然中国的这个人口 中国的工业体系要起来 当然要通过城市化 我们高科技是不如美国的 你想要提高效率 提高生产力 怎么办 就是城市化 我效率不断的提高 我人跟人接触的空间变得很短 很迅速的交流 通过这种手段 这种手段就会带来房价暴涨 因为人口超级密集 那这个带来就是深圳房价暴涨 以及纳斯达克房价暴涨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生法 不当中房美股要对标 深圳的房地产 也要跟美国的纳斯达克对标 我们说深圳的一个小区 就是美国的一家上市公司 我们可以对标到这个程度 那么对标到这个程度之后 我们就发现实际上 它的这个泡沫滋涨之后 还可以大一统大融合 那如果说有这个情况的话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目前就是A股 因为还有一个 就是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但是美国房地产市场 要想成长的话 就是美房中股 美国要能够充分吸引全世界的移民 但以目前的政策来看 我想不会那么多人想去美国 而且他也不会开放国门 是不是 如果美国说我今天 要准备再放商亿人口进来 那我相信美国房地产市场 会非常的繁荣 美元就拥有了巨大的体量 我觉得美国应该要做出 如此巨大的改变 也许还能够维持住 他的这个世界大哥的地位 但是带来的负面影响极大 而且基本上不太可能实行 但是我们中国房地 中国的股票市场是有这样的机会 那之所以做这个超级泡沫的假设 是因为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人类协调机制是这样 如果说趋势形成的话 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 我想大明跟大清皇的时候 他们皇帝 爱心觉罗斯跟明朝的朱姓皇帝 并不希望他们自己的王朝 自己的皇族破灭 是不是 但不是你愿不愿意的事情 是吧 这个是世界趋势的问题 就如果说有这个泡沫的话 我相信可能很多力量都会配合 包括说美国 你一直说这问题 说那问题 是不是 说不定他最后是他出的力最多 华尔街出的力最多 也有这个可能 谁说没这个可能 当然我们说可能性也许不是那么大 刚才这些分析 很多朋友会说 那是旅兄 你自己的个人想象而已 有没有证据 我就跟大家说几个方向的 这个证据注脚 第一个是25号的这次上涨 是记录上面突破了前面两个月的一个高峰 不管是A50还是说上证指数 都涨得非常的漂亮 气势如虹 A50上涨了百分之四点多 这个幅度非常之大 上证指数也不负众望 上涨的是百分之二点四 84点也非常的漂亮 那今天26号也略略上涨了一点 A50倒是没有什么变化 这是技术上面 第二个话 我们看币圈泡沫 我觉得是已经破裂了 就我跟他说的 千万不要尝试去抄底 我觉得这个信用 应该说已经迁移到A股了 就第一个爆裂的泡沫 已经成功的把资金注入了A股 我甚至是这么觉得的 那中国房地产市场 我觉得时间不会很长 我可以比较确定 不是不能比较确定 这话说错了 我猜测有这个可能 不能说比较确定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确定的事情 那这个有这个可能 首先来到这里 那么美国股市 可能是最后犹豫的 他犹豫 但是他如果来的话 一定是非常汹涌 对吧 那我们说币圈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 恰恰就是我刚才说的 美国市场是不是说 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比如说现在这个 在25号的时候 我们出现一个问题 这也是我们这次分析里面 找原因里面的一个重点 要说的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股会在 我们经常说三杀 是吧 有没有说三升的情况 其实也有 我们这一次可能就会迎来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在25号的这一次上涨里面 实际上中国的人民币 离岸市场 我们那天也做了一节目 说到了 有可能破5 是不是 破5 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 长期升值 它不是一天破的 是不是 不是说这种签协议式的破 是通过市场 离岸人民币是市场化的一个汇率 在岸它是非市场化的 但是离岸是市场化的 那么市场化的变到5的话 它是一个较为长期的 那这来到 这是市场决定的 而它决定了突破6.4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注脚 对吧 这不是我凭空异想出来的 是5月25号 我们那天还也做了节目 也说了这个问题的 是不是 好 那这时候问题就24号 24号 就是那天上涨24号 股票上涨 也是24号就正呀 那这个汇率的问题上升 很好理解 钱进来之后是要赚钱的 炒卖股票可以赚一次钱 如果这个汇率上涨了 这个钱变得更值钱 出去的时候又可以挣一次钱 相当于挣两回 这也是以前索罗斯攻击东南亚国家的 这么惯用的一个伎俩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 那债市其实也是 债市跟股票市场其实也是很接近的 特别是我们中国 大家知道债券的话 我跟我们一般的人没有什么关系 债券主要是机构在玩 我也很少分析 因为确实更 我做了也没什么流量 因为旁边就没有什么人玩债 是不是 公司债那都是小的 最大的债是什么 国债 这种大型的债券 比如说地方政府的债券 这个大型公司 比如华为公司的债券 苹果公司 苹果公司也发行过 华为也数量不多 但他们都是巨无霸 尤其是地方政府跟 比如说大马西 这种主权的 如果说他发债 那他的信用是极高的 跟新加坡的这个主权是板定的 大马西 是不是 那很多国家也都是这样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 我们说 我们中国的话 其实在之前地方政府 也借了蛮多钱 而我们的股票市场 实际上跟地方政府 是比较绑定的 跟中央 央企也是比较绑定的 那如果说 你想要把A股 炒高的时候 有一个障碍 什么障碍 如果这些国企 他融到了钱 他会不会把钱 拿来融资之后 去给地方政府 还债去 对不对 市场上有这个优心 但是 如果你再是 地方政府本身就没有 那么多负债 他就能借到很多钱 他怎么借到钱 美元如果进来的话 他就容易挣到钱 因为央行要发出 相应的人民币 对不对 然后人家美元拿进来 人家是要在里面 用人民币的 是不是 你能拿那么多 人民币给别人 给别人用 别人是来中国国境之内 是不是 这些钱很多 可能就买了 地方政府的债券 这其实你一旦买债的话 相当于股票 你给他 他的压力就小得多 我就放心去买 地方政府 各个的地方政府的国营企业 就买 对吧 包括央企的国营企业 就买 第四点 是关于中美关系 因为如果A股要大幅上涨 就根据我们刚刚那个关系 你要想 一统江湖 对吧 要雄霸天下 那怎么办 你要得到中国美国的支持 你不能说你一个 你也想要 为什么币圈跌了这么多 美国跟中国都在打压币圈 是不是 如果说你想要A股 要能够成长成如此 苍天大树的话 能够同时吸三家的血 币圈我们就说丢开 2万亿美元的小东西丢开 但是中方美股可是超级巨无霸 100万亿美元以上的这种市值 可能中方没有这么高 接近几十万亿 这是绝对有的 我们前面就有一个预期 就是这个世界的科技合作是停滞的 科技发明 我觉得进步也不快 然后人口流动加速汇集这一点 生产效率跟生产率提高是不多的 不高的 就很有可能在今年形成一个萧条 我说了什么意思 就金融危机跟萧条 其实离我们非常的近 我相信金融体系里面 很多人都这样认为 如果要想避免它就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需要合作 对吧 但是的话 我们可能在深层次的合作 已经不太可能 不太现实 就比如说华为公司的合作 特斯拉公司的合作 包括苹果公司的合作 这三家是标准的 很有意思 苹果这是长久以来的关系 大家摆不开 利益太深了 就没办法搞 华为美国出手太早 现在就是特斯拉这个关系 是吧 那这方面的竞争 这个的话都是科技领域 不可能非常深度 以后还能出现特斯拉 就以后连中美 连特斯拉这种级别的 可能都不会不复存在了 不会在这方面合作了 那怎么办呢 大家既要竞争 你又要拖下去 不想世界精英 不想让这个萧条 跟金融危机 大面积的爆发 维护他们手上的利益 那只能通过什么方法 既竞争又合作 炒股票 就是一种办法 因为至少涨时不会崩 对吧 涨时不会崩 而且最后输家可能是你 就是我们一起来炒A股 但是输的人 最后输的人可能是你 对不对 因为如果美国钱进来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能比 比如说要市场化 要推出市场化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说 好问题就是在这里 那如果说别人钱一挣了 走了之后 你留下一地鸡毛 那不是我们就 不是被他们给坑了吗 被美国给坑了吗 对不对 但如果我们把钱成功留下来 把信用留下来 美国钱拿来之后 大家都在这发展 然后A股的话 这里面比如说这些基建公司 去全世界进行一个基建 成功的去进行全球的扩张 那美国不是亏了吗 对吧 那中间就有一个要亏 但是可以拖延这个时间 好 这是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方向 如果真正啊 已经有萧条跟危 极度危机的这个信号的时候 我们说有一种极端的情况 就是我们知道 人到饥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会很痛苦 我们中国正史不是说 据说这个记载 饿死人的情况 有几十次 对吧 五六十次 大家知道 每一次记载的时候 到中后期 往往会发生一个事情 就是吃观音土 就是一种土懒 吃起来的话 很像面包面粉的味道 很香 说起来好像我吃过一样 我还没吃过 改天试一下 就是你想一下 大家都知道 吃这个土会死的 你知道吗 就是你一定知道 你吃这个土会死 因为它吃了之后 你没办法消化 那是土懒 那不是蛋白质 也不是 也不是氨基酸 也不是汤水化合物 对吧 连纤维都算不上 这个连粗纤维都算不上 连甘蔗渣都算不上 那你吃下去 就是为了什么 我不做个饱死鬼 不做个饿死鬼 我要死 还是做个饱死鬼 是吧 那就把这个观音土 给吃下去 那为什么大家会吃观音土 就你二级了 所以说我说中美合作 包括说对A股 一统江湖的这种分析 就是到这种情况 如果说有极大的风险的话 为了维护自己手上的利益 他们会不会进行一个合作 在A股上面进行一个合作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是有 但是这些都只是猜测 好 我们这片段好像又聊了有点久 我其实想把时间控制在五到十分钟 总是说着说着就没边了 我跟大家说 我们说的中华美股必须 就是像三国演义里面刚开篇那样 天下大事分酒必合合 合酒必分 分酒必合 这个世界实际上正在不断的寻找一个融合的一个泡沫 我觉得A股也许是一个机会 但是我们说这个概率确实不大 一个也是让大家要注意风险 因为什么呢 它需要一个比较理想化的环境 就是我们说中美双方金融体系都默认这个事情 比如说汇率在上升的时候 外资有进来 然后大家一起愉愉快快欢欢喜喜的炒A股 对吧 然后美国股市会出现缓慢游移的下跌 中国股票市场也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 慢慢的重心慢慢的下移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然后中国的股票市场A股 癌骨对吧 它像另一个肿瘤一样的成为全球最大的泡沫 bubble the biggest bubble 最大的人 我们说这个因素就要非常多 我们刚才这么一描述 中间有好多困难 所以说这个概率并不是说那么大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它的发生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风险 就对我们中国来说的话 因为我刚才的分析是非常中立的 但是如果说从尾巴 从占到我们中国的立场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要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汇率的波动的问题 特别是担心钱进出的问题 还有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用A股 因为我们说国内很多股票市场实际上是 偏向于铁公鸡基建这种 而且偏向于地方政府 包括国营企业偏向于国营企业这个方向的 尤其是我们要注意到它跟这个世界的联系 如果说我们能换取这种股价上涨之后 我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一带一路的扩张 之类的这种事情 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把基建送到世界其他这种 第三世界国家的门口 是吧 让世界范围内进行一个全球化 进行一个再工业化 进行一个再基建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我们中国就能就是成功的能够把影响力波洒下去 那么美国进来之后他也就再跑掉了 但是要担心他钱进来之后他只是炒卖一下 只是炒卖一下对我们一定帮助不大 因为他就算挣不到钱对我们帮助也不大 他就算钱拿不走最后拿不走 我们这个突然间大进大出大涨大跌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利的 所以说我们说钱如果拿到之后A股涨大之后 我们重点要考虑的是这个钱是在如果都在国内 我觉得消化不了就一定要往国际这个方向上走 一定要往这个一带一路我们之前布局好的这个方向上走 那只有这个样子才能真正是什么呢 不会让这个世界超级如果有啊 这种世界史诗级的泡沫爆在我们中国市场 你想一下正宗是很可怕的 你想一下当时1929年到1933年的时候 正宗是在纽约对吧 倒牛奶事件也是在那个方向上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如果把泡沫消解下来 那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事情 那对我们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波洒影响力帮助极大 好那我们这个片段就扯到这里 这个有时候播节目可能会不是很稳定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 好那这个片段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一键三连